教的然后我都不知道 就是要怎么报答华姐的华姐 谢谢你哈 华姐对你这么好 傻姑娘你报答我什么 我相信在直播间的家人们 只要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力量 她也会帮你的 因为你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十来岁家人们就 又当爹又当妈的 照顾弟弟照顾妹妹 我是真的太心疼她了 所以今天你这样 子音 我觉得哪怕张浩 她特别的爱你 今天只是表白 但是日子 过日子给谈恋爱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张浩 你一定要有一个男人的当当 将来有压力的时候 你不能撒手子音 不管不顾 你知道吗 因为我作为她的姐姐 虽然我不是她的亲姐姐 但是我真的把她 当成我的妹妹 子音 今天虽然她给你表白 趁着这个日子 你愿意当我 任我当干姐吗 肯定呀姐姐 只要你不嫌弃子音就可以呀 然后你平时的话 就是对于子音是 真的私底下的话 真的很好 各位帅们 这个华姐的话呢 是对于真的子音的话呢 就是真的子音的 可能说可以说是恩人吧 因为之前私底下的话呢 她对于子音家里面的帮助 是很大很大 然后呢 这个华姐的话呢 她是一个广州的一个姐姐 然后她广州的话 她是开美容院的 她是平时的话呢 她的生意做得很大很大 然后 她之前就是私底下 给我弟弟交学费 然后呢 很感谢你 华姐可以帅吗 家人们 张浩 我对她 可能你不了解 不了解子音 子音的内心很脆弱 你不要看她大大咧咧 其实她刚开播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可她 说她没事开什么播 又没有什么能力 又没有什么才艺 又没有什么家庭背景 所以她每次一关播 她就给我发信心 给我视频 就在那里哭 家人们 其实你们每一次 每一句 她都看得到 如果你们每一次 评论的时候 在底下打字 是正能量的 她会开心一整天 她其实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如果你们 在底下打字 说她 在这里干嘛干嘛 她真的会难过 很久很久 她的内心很脆弱 毕竟从小就比较自卑 什么 你的粉丝说 能打开视频 让我见见你们 哎呀 家人们 你怎么那么善呀 你们想不想要看华姐呀 华姐的话呢 人本心上 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姐 你们想不想要看华姐呀 如果说想要看华姐的话呢 华姐你那边方便吗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打开视频 我们就是互相 就是见你一下好不好 可以吗 我也想见一下华姐 所以说 家人们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你打个不嫌弃 因为我长得也不是很漂亮 如果不嫌弃 我就开个视频 给家人们见个面 好不好 我也感谢你们一路支持子音 因为没有你们 就没有子音的今天 子音一直给我说 姐姐 你不是让我直播间的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真的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特别的感恩他们 所以我也想让你 见见我的家人们 如果你们不嫌弃 我就开个视频 好不好 子音 可以 可以 华姐 哇 华姐 能看到吗 哈喽华姐 我最近就长得漂亮了 姐姐 我欢迎我们华姐的家人们 我们这个华姐的话呢 他真的是一个 就是很 就是 生意做得很大的一个老板 然后呢 他心很善良 然后长得很漂亮 很漂亮 各位说 你看 直播间的话 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 就是我的娘家人一样 欢迎我们华姐队 谢谢 我还在宾馆呢 我还在出差 今天特别的感谢 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给大家深深的聚功 谢谢你们 不嫌弃我妹妹 因为我妹妹 真的这么多年不容易 没有你们 她可能真的崩溃了 可能坚持不下去 所以 今天无论如何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我作为她的姐姐 哪怕子音 你以后 结婚 没有好的嫁妆 没有吃 没有什么 姐姐会为你操办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别人 认为你是一个 穷人家的孩子 认为你 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家人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都是善良的人 都是大爱的人 嗯 子音 说实话就是 华姐 你平时的话 就是真的很 就是不少帮过我 然后呢 子音的话 都是记在心里面 然后呢 我很感谢 就是说 你帮了我那么多 但是我不知道 我欠你这些人情的话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才能还得上个帅 傻姑娘 还什么还 我上来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就是想给你聊聊天 看看你未来的男朋友 嗯 作为姐姐 我肯定要帮你爸爸关 包括在直播间的家人们 也特别特别 牵涂你这个事情 因为你 前半生太苦了 都希望你过得比较好 对不对 家人们 那行 没事 啊 我知道了 嗯 我看到了 人特别的好 特别的真诚 嗯 华姐 非常感谢华姐 我直播间的话呢 好多叔叔阿姨们的话 都挺喜欢你的 你们 你就是说 你愿不愿意 跟我们交朋友呀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之前的话呢 也跟你说过 然后呢 我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的话 他们都是很好的 然后我平时的话 你也知道 是不是子音的话呢 没有什么 就是 没有什么本事 然后呢 平时都是你帮我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今天 就是不嫌弃子音的话呢 你平时的话呢 就是说 你平时在 就是线上的话呢 你也帮不少明星呀 网红呀 就是说 呃 宣传过 呃 就是请过很多明星网红 然后花了很多钱 是不是 这样子好不好 姐姐 嗯 你今天难得 来到我直播间的话呢 我做一个品 就是帮你宣传一下 好不好 可以 我觉得可以 你不嫌弃子我的就好了 因为我直播间的话 人气不是很高 平时你去别人直播间的话 都是十万家嘛 是不是姐姐 你傻不傻 我今天来没有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告诉你 你就不行 啊 不行不行 家人们 因为我的产品呢 都是给明星带货 真的不需要你给我做宣传 只要你俩好好的 他对你好就够了 华姐是个人美心善的人 想给你交朋友 家人们 你们这样 如果你们不嫌弃 我给我愿意 我交朋友 我给大家来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我也愿意给善良的人 交为朋友 嗯 我呢 叫孟华 很多人呢 都叫我华姐 因为华姐比较亲切 我呢 是在广州这边 开工厂的 忽品工厂 广州有四家忽品工厂 全国呢 有360家专卖店 不管你去到哪个城市 只要是万达 都能看到我的品牌 还有呢 就是美容院 有167家 代理 你们如果在家里 买的那些大牌子 很多都是我代价工的 就是源头工厂 你这样吧 妹妹 因为今天是给你表扮 这么好的日子 咱直播间的家人们 又愿意给我交朋友 如果家人们 你们打了祝福的人 愿意给我交朋友的人 那我作为子音的姐姐 我也能不能空手而来 是不是 你这样 我给大家来个见面 你把我自己用的口袋 在我包里去打 哇 这个刷屁 你们看 就是说 这个华姐 真的是很好 很好的 谢谢华姐啊 华姐 你这样 子音 你不要老是夸我 夸我才客气了 我知道你的哥哥姐姐 他们是真心祝福你的 都希望你过得好 这才是一家人 知道吗 让我来到你这里 我也享受了 一个大家庭的氛围 家人们 就是这个口红的话 是我自己的品牌 搜索里 也不是很贵 你在万达看的话 是应该198 就是哪怕明星 亮歌直播间 加打亮 搞活动 也得69块 成本的话 就是42块6 说实话 今天打了祝福的人 10块 全国包邮 我都不要了 包邮全国我来出 你只收一个 平台的扣点 直播间有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 你拿个300费 出来 10块不要 5块9毛钱 长长久久 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凭手足 来 3 2 华姐 等一下 你就说 我让你 就是我 我帮你宣传品的话 我不是说 让你去凭钱的 你看你平时 你5块9上车了 5块9上车了 明哲 那平时 包个快递 发个快递 不得要10去 20块钱呀 没关系的 你连一个快递费 都没有啊 你这个不能 这样亏钱 姐姐 不能这样 没事的 孙燕 张浩 听姐姐说 为什么 因为姐姐生意 做得那么大 主要是什么 大舌大的 早舌小的 而且今天是你 那么好的日子 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你的粉丝 那么支持你 你之前怎么说 我也如果有能力 我都想回馈我的粉丝 今天你的粉丝 让姐姐来帮你宠 只需要咱家的粉丝 永远支持子音 支持张浩 好不好 家人们 去哪上车了 对吧 哥也是帅姨们 下方一号 那些是华姐 给我们的福利啊 你们去拍过 赚钱 5块9毛钱的 口红呀 连个快递费都没有 哥也是帅姨们 真的太感谢华姐了 没有关系的 家人们 因为 快递费都不是这么多钱 没事的 张浩 你只需要好好的 去欣赏子音 子音为你做出了那么多 哪怕父母不同意 是不是都要跟你交往 那你不能违背了你的心愿 哪怕以后前面的路再难 前面的路再坎坷 我告诉你 哪怕你前面的路 一杠一杠的过 你都把它闯过去 带着子音 好吗 这是姐姐今天 真的希望你对子音好 我希望她幸福 因为我真的很心疼 这个女孩 你知道吗 你这样吗 家人们 口红去拿就行 谢谢我们华姐 华姐太紧递了 这也是帅姨们 子音 开心就好 今天姐姐也不耽误你时间 祝福送到了 家人们 你们收到了吗 希望你带着祝福 我拿着这份祝福 我也希望你们 日子过得 咱们和和美美的 好不好 我呢就走了 子音 我就不耽误了 你等一下 你走什么呀 你是不是嫌我直播间 人才少呀 姐姐 你平时 平时去别人直播间 明信啊 网红那种直播间的话 都是十万家 然后呢 我现在直播间的话 有好多好多人都在说 就是你那个 洗发水的话 能不能给我们上一点呀 因为你之前就是寄给我的 那套洗发水的话呢 我都觉得很好很好用 然后呢 平时之前的话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之前头发的话 掉得很厉害 这样子好不好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 你难得来 子音直播间一次 你这样子好不好 你给我们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的话呢 就是说 分享一点 你就是家里面那个 鱼子下那个 洗发水好不好 更帅嘛 你们你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哈 你不要洗 子音嘛 是不是 你这样子音 如果你直播间的 咱直播间的家人呢 叔叔阿姨 哥哥妈妈 就是 真的需要 那你今天这样 我拿五十分出来 我请妈妈去用 只需要你们支持子音 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这样家人们 洗发水呢 说实话 我那个洗发水 本来就是自己 发给自己用的 因为我的头发 生完二宝的时候 真的是一把一把的掉 我都可怕 我自己掉成个秃头了 因为生完孩子 对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家人们 咱家 谁家没有洗发水 家家都有 咱缺的是一款 好的高端的 有效果的洗发水 如果你有我这种情况 过了二十五岁之后 三十岁之前 头发还挺多 三十岁之后 生完孩子 一把一把的掉的 厕所里一洗头 全都是头发的 你可不可以 还有呢 就是老夫年纪轻轻 车贷 房贷 压力比较大 头发这里 已经成了 荼毒小宝贝了 家人们 这个 你就给我可过二 还有呢 不敢穿过这种 黑色的衣服 那头皮续满天飞啊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脏啊 那么邋遢 其实我们的烦恼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每天洗头 头皮也解决不了 因为你用的 不是功效型的洗发水 你用的是普通的 我这个洗发水呢 就是给香港 沙龙会所 专门去定制的 而且人家做一次 头皮理疗 要收费380% 就是用的这款洗发水 你去把我自己用的 因为我出门 随身携带 去拿 对对对 我自己用的那款 你确定今天都 是人定制的吗 没关系的 听我的 今天开心 我洗头发的话 真的很好 姐姐你看到没有 我之前头发的话 都是很短的 看到没有 我这个头发的话呢 现在长得都挺多 然后呢 现在你看这个上面的话 都长出来了 所以说真的 真的太好了 家人们是这样的 因为紫英的话 是我的好妹妹 她有什么给我讲 我能帮的 我肯定帮她 如果你们这种情况 今天我拿50份出来 你告诉我 虽然很缺货 我满足不了个大家 但是今天 我能拿出50份 我请大家去用 好不好 家人们 这个就是鱼子浆的洗发水 你们看一下啊 520毫升的大容量 而且每一瓶里面 都是法国进口的 纯原量 看到没有 家人们 去泻控油 滋润养发的能力 特别的强 大人小孩 老人都能用 男就老上 洗发水 家家必备 这个里面呢 是520毫升 每一次你用 就用这么一蹦 你看 这个里面 全都是鱼子浆 能拉丝 一个洗发水 都能拉丝 你想象是什么概念 因为它里面 全部都是活性 鱼子浆很昂贵呀 有钱人 吃那么一小勺 去西餐厅 一千多 吃到肚子里能年轻 洗鱼子浆 洗发水里面 没人敢给你用 因为太贵了 这个 就是直接钻到你头皮 给你保养头皮 头皮健康 头发散的健康 你这样吧 妹妹 今天我也不出介绍 因为毕竟我想 请家人们去用 这一瓶 我们去万达买的话 是599一瓶 哪怕咱们全球购 搞活动 是不是也是399 399 你这样 今天这个大好的日子 只要在家里面 有这种情况的 家的姐姐好不好 不不不不 就说 姐姐华姐 你这个全球购的话 多少钱就多少钱 然后呢 不能让你补贴太多 对 不能让华姐再补贴了 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 全球购是399 你这样 今天再减200块钱 199我给三瓶 让你们用出效果 因为三瓶是一个周期 好不好 520毫升 不需要买护发素 洗护二合一 你这样 你不用管我 因为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 我想替你感谢你的粉丝 如果只有我只上50单 掉头发严重的 头皮血很多的 而且你的头发打结的 打岔的 还有 就是拜顶的家人们 用了很多洗发水 海菲丝票数 没有用的 那么华姐请你来 用我们家的招牌 但是我只有50份 等会没有抢到的人 别生气好不好 就50单 你再给我捡100块钱 我请家人们去用 99三瓶 家人们拼手做 把手放在讲黄 再来 3 2 1 3瓶99呀 399 你华姐 华姐 你这个 这个豪升都是520 20豪升是不是 我的天哪 你三瓶不能这样子 你平时卖多少就卖多少吧 你这样子 让你不贴太多的话 对呀 行姐姐 再这样说我生气了 我也想为你的粉丝 做一些贡献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他们 就没有你的今天 家人们 不要给我客气 有人说 这个在万达看过500多一瓶 99三瓶 真的瓶子间都不够用 家人们 就是请你们去用 这一瓶 我把给你们去体验 如果好用 就留下不好用 七天无理由 过敏包退 急速退款 假一赔四 但是家人们 我99三瓶 我只有50份 如果你的头发掉到特别的严重 而且头皮血比较多 还有呢 就是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打结的 今天洗了 明天又油了 你用了很多洗发水 你觉得没有效果的 那么华姐请你来用用 如果你没有这种情况呢 咱就留给真正有效的人 好不好 因为99三瓶 真的 我快递费30块钱 还有三单了 华姐 华姐因为这个洗发水的话 我们是都是家家必备的 然后呢 就是小人 小孩子呀 老人的话呢 都可以用 我直播间的话 都是两单三单拍的 然后呢 华姐这个保质期是多久呀 家人们 保质期是三年的 明明基运 妈妈都可以用 尤其是 生完宝宝的 头发掉的一把一把的 而且你用了很多 洗发水 护发素 没有用 你就用这个吧 因为真的好用 你知道吗 香港的那些明星都在用 香港 妹妹 那些明星脸蛋保养的好 人家头发也保养的好 没有一个明星是 带顶的吧 没有一个明星是 头皮血很多的吧 因为都在用鱼子量 控油去血的能力特别的强 三岁一岁的孩子家人们 男的女的老的上的都可以用 保质期是三年 抢了五单 保质期是三年的家人们 你不会有那么多 跟你说爱们 你们抓住 并眼去拍吧 九十九三瓶啊 你去超市里面买的话呢 你去买一瓶洗发水的话呢 那种二百毫升啊 或者是那种的话呢 都是要一瓶的话 都是要卖到七八十多块钱啊 今天 今天三瓶九十九的话呢 真的我觉得 华姐太给力了 谢谢我们华姐啊 太感谢华学 这么高端的洗发水 九十九三瓶有怎么样 哇我的天哪 可以说爱们 抓你去拍吧 然后呢 过了这个村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店了 可以说爱们 没关系 我的天哪 孩子能用吗 孩子能用 这个是鱼子酱的 养化的家人们 它不像普通的洗发水 你洗一下 它只是过下你的头发 这个是从头皮保养的 这个姐姐说 华姐真姐弟 真善良 谢谢你帮助子音家人们 没有你们就没有子音的姐姐 姐姐今天在这里 给大家去过宫 谢谢华姐 谢谢华姐 子音 因为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她就是你的家人 对不对 她特别的关心你们 哪怕我今天补贴再多 我愿意 因为善良的人 我愿意给善良的人交朋友 好人有好报 虽然我企业做得那么大 我的品牌做得那么大 家人们 我始终相信一点 就是你好人 是一定有好报的 包括咱直播间的家人们 还有最后一单呢 我们最后一单了 家人们 子音 哪怕我是你的亲姐姐 我也告诉你的粉丝 今天九十九是三平 说到货 你要是觉得一平 去万达看 不是五百九十九 你回来直接找我 我假一费三 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今天 我也是不可能再有 因为你不要说 你用了很好用 用海维斯那些洗发水 都不用了 就这个好用 子音你能不能找这滑姐 再给我上一点 我家里没有了 家人们真的抱歉 下次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了 没有了 抢完了呀 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 这个洗发水的话 是洗二合一 然后平时的话 都不用护发素 三平送吹风机 怎么可能会送吹风机 九十九 你去买哪 哪里去买吹风机呀 怎么可能 今天三平九十九 什么 没有吹风机 没有吹风机 家人们你们不要带节奏 好不好 你别急 亲爱的 别急 什么 怎么有吹风机呀 等一会我看一下 哥也是说 怎么可能呀 你去买一个 买一个吹风机的话呢 不得要一百多块钱呀 不可能啊 你这样 你这样怎样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我看到了 刚刚确实是有吹风机 他上车了亮哥直播间 一千两百多的套餐 那个是兰光复离子的吹风机 单单那个吹风机 都要六百多 你这样吧 反正我就上五十单 是不是 你去把那个吹风机拿过来 我不是随身携带的吗 有吹风机吗 对家人们 没关系